中国空军20家族四剑客是怎样的存在 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中国空军20家族四剑客正式合体 将有怎样的威力 这对于美国将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中国空军取得了飞速发展 这就使中国空军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也使中国空军不仅有了空军三剑客 也有了空军20家族四剑客 这就使中国空军的发展迈入了新的台阶 有着新的历史发展 然而 被我们所熟知的是中国空军三剑客 其中包括歼20 歼16和歼10C战机 这三款战机在中国空军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并对中国空军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不过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空军三剑客 中国空军20家族四剑客也同样令人关注 但是 目前四剑客只集齐了三个 分别是我们所熟知的运20 直20 歼20战机 然而 最后一款还未亮相的 就是一只只闻其名不见其身的轰20 正是由于其一直保持着神秘的面纱 这就使中国20家族四剑客一直不能够齐聚 但是 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空军20家族四剑客中的三架飞机 在夕阳下一起亮相 这就在天空中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只见飞行员驾驶歼20战机直冲云霄 科技感十足的机身仿佛被镶了金边 随后 运20 直20也紧随其后 三架飞机一同与夕阳同框 画面超美 超梦幻 对此 不禁令人发出感叹 中国在空军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中国空军20家族也在持续绽放 也将继续在中国空军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将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然而 对于此唯美画面 有人就发出感叹 现如今就只差中国轰20轰炸机正式问世 以此使中国20家族四剑客正式齐聚 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因此 关于中国20家族四剑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中国的歼20战机 中国歼20战机作为中国首款第五代隐身战机 其隐身性与航电水平都达到了世界一流 随即成为中国空军的中间力量 大大增强中国空军的战斗能力和综合实力 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随着歼20战机成功唤星 这就使中国歼20战机的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歼20战机的量产 这将使中国歼20战机的发展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现如今 中国歼20战机已经达到每年超过20架的量产规模 而且有能力继续提升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升中国歼20战机的产量 加快其在中国五大战区的列装 这对于中国空军来说将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此外 就是中国的直20 据悉 直20由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研制 总设计师为邓景辉 其采用了五页悬翼设计 这一组悬翼与中国研制的五直10 直15等相似 其飞行仪表采用有五个多功能液晶显示器的玻璃驾驶舱 代替了传统式指针仪表 机头下则安装了激光防撞雷达 在滋味方面 直20机身两侧装有雷达预警接收器和导弹逼近预警器 即共四个薄条 液光弹发射器提供全方位覆盖 这次就使其完全没有盲区 此外 直20机体采用了复合材料 其直升机鞋两首次以国产T-800碳纤维制造 在飞控方面采用了电船操纵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直20也是中国首款电船飞控直升机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 中国在直20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海直20 也已经公开亮相 很快将正式服役于中国海军 这对于中国直20的发展 也有极其巨大的促进意义 再接着就是中国的运二龄 据悉 运二龄运输机 代号昆蓬 是由中国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研发的 重型军用运输机 为目前中国新以代多用途大型运输机 该机于2013年1月首飞 2016年6月首批交付中国空军 其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 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 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其最大载重能力66吨 可以运载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 最大飞行距离也能够增至7800公里 具有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 此外 正是由于中国在运二龄运输机的发展上 取得了巨大发展 就是中国在其基础上研制出了运二龄加油机 随着运二龄加油机正式服役 这将大大提高解放军空军的远程突击能力 大大扩大战斗机重载时的作战半径 并在执行战略任务的时候 可以无需加油即可返回 对于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就是中国的轰二龄 据悉 轰二龄战机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 第一架战略隐形轰炸机 采取飞翼设计 航程将达到一万两千公里 而且可以搭载四十五吨弹药 并且 轰二龄的一万两千公里的航程 将会使轰二龄的打击范围 可以覆盖美国的夏威夷 更为惊人的是 如果轰二龄隐形轰炸机的 飞行路线飞越北极 那么美国的五十个州 就都在它的覆盖距离范围内 那将可以发挥巨大的战斗威力 直接摧毁美国本土 此外 轰二龄对于中国空军的未来 将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直接将中国带入全球战略空军地位 最重要的是将完全打破 美俄两国在隐身轰炸机上垄断局面 其意义将超过歼二龄隐身战斗机 不仅如此 轰二龄轰炸机所具备的跨洲际打击能力 将让中国在远程核威射力量 再次获得重大突破 因此 轰二龄一旦服役 将为中国空军提供真正意义的核洲际打击能力 因为轰二龄的核洲际打击能力 将使美军在夏威夷和关岛军事基地优势荡然无存 而美军为躲避中国东风快递 东风二六B和东风二一D反舰弹道导弹 建立起来所谓战略基地 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所以 这就是中国轰二龄战机所发挥出的威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对美国的挑衅产生巨大的冲击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 现如今 二龄家族四剑客就等待轰二龄早点问世 并使二龄家族四剑客可以早日齐聚 能够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因此 现如今 中国已经加快了对轰二龄的研制 并且不断推进 这就是中国二龄家族可以早日完成合体 使这四种战机可以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 可以发挥出彼此最大的优势 以此来取得最好的作战效果 这对于中国战略空军的布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此次中国二龄家族四剑客中的三剑客一起亮相 这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也标志着中国在战机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也将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冲击 使中国可以凭借强大的空军战队 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 这也将赋予中国空军不一样的发展 使中国空军的发展跨上新的台阶 对于中国二龄家族四剑客齐聚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